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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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的舞蹈老师廖志 看着他翩翩起舞的姿态 很难想象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 他曾经被活埋了26小时 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双腿 失去了宝贝女儿 他在废墟里无数次的呼救 没有放弃希望 但是真的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却面对更多的生命难关 面对灾后复健 是母亲全心全意的陪伴 成为廖志最温暖的依靠 然而内心的重生之路 他还是得一个人走 悲且厚厚的孤单 努力抵抗不停涌现的沮丧 他内心里头潜藏的创伤 似乎没有人能够碰触 你们会发现 这不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个死剧 是非常失恶的故事 站在教会的讲台前 廖志吭枪有力地 讲着一路走来的点滴 虽然失去双脚穿着意志 他的内心却是拥有无比的力量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金玉 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 我想这一集 非常非常特别 你还记得2008年的 汶川大地震吗 那时候带走很多宝贵的性命 而今天来到 《真情部落格》的 这位来宾廖廖志 他是一个非常 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 在这场地震当中 他失去了他宝贵的女儿 以及他非常珍贵的双腿 这个让人心疼到想哭的故事 我们听他来说 欢迎你廖志 地震发生当时 你在哪里 我当时在家里 因为我的工作是每个星期一放假 那那天刚好是我休假的日子 因为当时我的女儿快要到十一个月大 所以那一天我非常悠闲地在家里面 看着他在学步车里面学走路 当房子开始摇晃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看到那个液晶电视在墙上要掉下来 所以我就跑过去想把他插头 正当我跑过去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半的楼房从我面前垮掉 所以那个时候头脑一片空白 我就回过头来寻找我的女儿 就看到婆婆抱着他已经站在了我的背后 然后我就赶紧让他们蹲下来 我自己就跑过去趴在他们两人的背上抱着他们 然后就闭着眼睛不敢睁开 然后就很快地随楼房一起掉了下去 我们一共是四层半的楼房 但是我们家在三楼 所以我们是随楼房 四层半的楼最后垮到了只还剩下半层楼高 完全垮成了废墟 而我就埋在这种废墟当中 我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好像做梦一样的感觉 可是疼痛又非常真实 因为在我掉下去的那一瞬间 就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右腿的脚底板 有一根非常尖锐的东西刺穿进去 一直到我的腿里面 然后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根钢筋穿进去了 然后女儿也没有毫无声响 不管我怎么大声地叫她 都没有一点声音 我那一刻心里面就非常 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在了 只是自己也不敢面对 情愿相信她睡着了 那婆婆的状况呢 婆婆当时跟我一样 我们三个人本来我是趴在他们两人背上掉下去 可是当地板翻转的时候 我跟婆婆的腿都被转到了那个地板之下 就卡在了地板下面 但是她还一直都在跟我说话 我们也试着震脱出来 可是下半身一动都不能动 一直过了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开始听见外面有声音 然后我就听见了我爸爸的声音 不过虽然听到他们声音 但是很快又开始绝望 因为发现他们救不了我们 好像虽然声音那么近 但是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头上的预纸板都纹丝不动 然后我爸爸告诉我原来上面还埋着有人 他就说也不能确定我具体的位置 在那个时候我唯一身边还有唯一的安慰就是婆婆 不过在将近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婆婆突然开始打嗝 非常响的打嗝 她突然就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当时就拿着手去她的鼻子摸 她都没有呼吸了 你可以跟爸爸对话吗 其实前面十个小时的时间 我一直在跟她对话 不停地在跟她讲 告诉她我在这里我在那里 然后告诉她重重可能不在了 再跟她讲这些所有的话 然后我的婆婆也不断地跟外面说话 可是当婆婆停止呼吸的时候 我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突然之间想 为什么要被救出来 我的女儿已经不在了 我当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我的腿也保不住 所以之后有长达一个多小时 我都没有呼救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爸爸还有在喊你吗 爸爸一直在喊 爸爸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有一个强烈的愚症 那一次愚症的时候 清楚地听见上面有石板在滑 就听见我爸爸跌倒了 听见外面有人在拉她 一边拉她一边在 有一点埋怨她 就是说你这个老人家怎么这么固执啊 她可能也被吓到了 她声音很小 但她还是在说 她说要走你们走 你们走你们的 她说里面埋着的是我的孩子 不是你的女儿 其实那一刻 我突然心就被揪住了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那是我的父亲 我是她唯一的孩子 我突然意识到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怎么可以就这样选择放弃 其实地震发生到那一瞬间 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很奇怪 在这么大灾难面前都哭都哭不出来 但是当那一刻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喷涌而出 一边哭一边大喊 就大声地叫爸爸爸爸 一直大声地叫他 后来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他们已经确认了 楼上的人已经都 已经都去世了 他们才敢去叼那些预纸板 他一共连着掉走了几皮这样的预纸板 每一次都听见那个板刚刚被掉走 离开我的上方 就听见哐的一声从旁边掉了下去 他们终于离我更近 就用手拿这个小的杂子一点一点 杂了一个洞 后来就从那个洞里面把我掏了出去 怎么掏啊 就拿东西把我大腿 右腿的大腿缠住勒紧 然后我自己然后把它卡住 有三个人过来一起就数一二三 就把右腿从里面拔了出来 那等于是硬拽出来的 对 就是太痛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真的是可以被痛死的 因为就看到右腿内部的整个肌肤全部被拉掉了 你在现场还渴求他们把你的床床挖出来 但是可惜那个时候所有营救我的人都不允许 让我等到那一刻 因为他们看到我连命都快没有了 就说我一定要去医院 不能再等 所以他们紧急把你送去医院 对 就要赶紧就要进行一个手术了 那个时候医生看到我的伤势 他知道我必须马上做手术 如果不做的话 可能会很快的那些坏血回流 很快的肾衰竭而死 然后他们说 你知道什么叫截肢手术吗 我说我知道 就是把我的腿截掉 你都不怕吗 我非常怕 做手术 因为在当时我们没有手术室 没有病房 都是在帐篷里面 在帐篷当中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 然后医生无法给我打全麻 只能打半麻 整个手术过程中我都是清醒 并且不断地在跟医生说话 如果我一停止说话 我就会吓得发动 你那个时候 有一些亲朋好友想要来看你 但是爸爸希望他们不要影响你的情绪 每一个人来看我 我爸都在外面叮咛嘱咐 就说你们进去看料之可以 但你们不许哭 他说你们谁进去影响了我女儿的情绪 我就一定要把你们轰出去 他说你们任何人都不要在这个时候 让他再受到伤害 爸爸一直在外面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从他们口中才知道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 非常的感谢我爸爸当时我所做的事情 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你最爱的双腿 没有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可能是我埋在废墟里面的印象实在太深刻 深刻到让我做完手术以后 我真的没有为自己的双腿哀悼过 其实当在废墟里面 爸爸这样子千呼万唤 勾起我的求生意志以后 我心里面在想 爸爸那么爱我 他为了爱我连生命都可以不要 就算最爱自己的亲人 最巨大的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 好像在那一刻都不能安慰我 因为这一刻埋在废墟里面的情景 这种光景 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来承担 从小都觉得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可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命运不在我的手上 也不在最爱我的人的手上 那他在谁的手上 也是在那一刻我就想 是不是有一个主宰 他在掌管着我的生命 如果他真的把我 从废墟里面救出去 我就相信他是存在 而且我也承诺 我会用我活着的生命来回报 他所赐给我的这一条命 所以在医院里面 虽然截至以后 很多人来看我 可是我还是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相信有什么 他们都摇头 可是我说我信 我说因为在废墟里面 是他救我出来的 他们就问我 神是谁呀 他长什么样子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唯一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去呼求他 他就会帮助我们 所以在医院里面 我的朋友也都开始跟我一起 他们甚至也跟我学习 这一种的呼求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叫做祷告 不过廖志 我刚听你这样子 娓娓道来 虽然说在那个 你被埋着的当下的 那个黑暗 你觉得你似乎 已经面对过一次死亡 所以当你面对 你的双血的时候 你已经坦然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 你是过不去的 就是你的孩子 离开了这件事情 起先是瞒着我的爸妈妈 就让我五大学校的同事 推着我去二楼产房 看新生儿出生洗澡 有时候看着看着看着 就会偷偷跑过去 跑到别人的产房 趁他们的妈妈睡着了 去抱他们的孩子 每一次都这样 偷偷地去抱他们的孩子 就在想着重重 就希望怀里有一个人 就这样去抱 后来一直直到 六月一号儿童节 然后医院就做了 一个庆祝活动 就请我下去观看 也是那一天 我就走到台上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虽然今天台上 都是小朋友在表演 我说我是唯一的一个大人 可是我说我不得不上台来 因为我的女儿从去年 七月十九号出生 到今年六月一号 还没有过过一次 六一儿童节 我说她也是一个孩子 我希望她能够收到 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然后就唱了一首歌给她听 当时也是一边唱一边哭 就从那天开始我知道 我不能够接触小朋友 不能够再去靠近 有小孩的地方 要远离这样的场所 不然我的情绪 完全不受控制 当时你在医院 要重新开始 面对你的生命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之上 让你会想到你要 可以重新跳舞这件事情 当时有一群志愿者 过来探访 他们就看到了我 知道我以前是一个舞蹈老师 所以他们就去问我 就说我们刚好有一个表演 是在七月十四号 说你愿不愿意再登台跳舞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想提供给你这样一个舞台 我当时想得非常地天真 我就说真的吗 我就说腿都没有了 还有人想要看我跳舞 那个时候就从跪开始练 可是当我真的跪起来的时候 跪起来那一瞬间 我就发现我自己 实在乐观地太盲目了 因为我一跪起来 马上就倒了下去 截至以后 我一直都抱着一个 非常美好的盼望 就是等到伤好了穿甲肢 一切都是可以重来 可那一刻我突然第一次意识到 没有腿跟有腿 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心里面斗争得非常厉害 就想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可理解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想到废墟里面的自己 在废墟里面 我连翻身都不行 连动都不行 那种情况下都没有放弃 现在为什么要放弃呢 应该用同样的想法 那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不要放弃 当天晚上就整个通宵都在练习 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 一直到接近天亮 我终于跪住了 就是不需要有人扶着我 不需要摸着什么东西 单独靠着自己的两个膝盖 就跪住了 那个时候整个病房的人 都在为我鼓掌 有些膝盖很痛吧 老师让我在练习舞蹈的时候 他说最后一段是充满了希望 你要笑 我说我在笑 他说你怎么笑比哭还难看 因为在笑的时候 因为膝盖太痛 笑得嘴角抽筋 他说你怎么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在笑 那么猙獰的面容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全力在笑了 真正表演哪一天 是08年的7月14号 那第一次登上舞台 我从小学四年级登台 有很多年在舞台的经验 可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现 原来在舞台上的我 跟舞台下面的观众连接那么紧密 我就跟自己说 廖旨 你要对得起台下的掌声 你一定要跪住了 要跳好了 然后那是第一次登台 跳了那个大鼓上的鼓舞 那其实对我而言 更像是鼓励自己的一支舞蹈 他就一直走着走到我面前 抬头看着我 看了几秒钟 他一把就把我抱住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廖老师你不要难过 他说我可以做你的女儿 我想我作为一个大人 为什么我自己 不能够从这个伤痛当中站起来 重新去爱呢 在2008年7月 地震后的两个月 廖旨节肢伤口还没有复原 当时他用节肢的膝盖 跪着跪上了舞台 灿烂舞衣的底下 除了汗水 更是混着血水 我就跟他讲过说 如果是太痛的话 就不要去了 不要再练了 其实后来有几天也是 是人说不了也是想放弃 但后来他说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也许是最后一次上舞台 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的力量 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跟力量 来走过最难 最一无所有的时刻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时光 是很珍贵的 隔了几年的时间 廖旨把心路历程 集结成文字 诉说他的遭遇与改变 他的乐观让人心疼 他所承受的痛苦 旁人却也难以想象 在编辑部最常问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是廖旨 你要选择 没有发生地间这件事情 过着原本跟先生那样 可能闷闷不乐 但看起来又好像还好的生活 还是你要重新浴火凤凰般的 重新开始 我的每一个同事都想了很久之后 说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像廖旨这么勇敢 一点也没想到过 穿上夹子会那么难走 就是说连移动一点都不行 他就用了很大的力都没有移动 后来终于稍微移动一点点 这些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其实他后来说 其实不是他腿在动 是他手 手在动 手动了一下 所以脚才动一下 因为他说他根本动不了 因为那个甲子太重 一点都动不了 廖旨很坚强地面对了 失去双腿的事实 但是等到他真正开始面对 现实生活的时候 没有想到是一重又一重的打击 开始熬练着他 其实第一件事情 你所面对的就是 你的前夫跟你提出要离婚 对在地震之后 他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因为他的妈妈女儿都在地震里面 失去生命 那他以前是做一个生意 那那个做生意的地址也完全一味平地 所以对他而言仿佛也是一瞬间失去一切 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有时不时来看一眼 但是他不来还好 每一次一来的时候 好像我们两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会开始痛哭 那那个时候其实 我心里面非常 愤愤不平 我有时候会跟他说 虽然我们都失去了这些亲人 失去这一切很难过 可是我说起码 你还可以自由地到处来来去去 我说我现在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 为什么不陪我一起经过 可是他却觉得 他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面对 可是当他一看到我就想到 所有那些伤心的事情 他就没有办法再鼓足勇气去面对 当三番四次这样的对话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这样的愤愤不平是毫无用处的 不要再彼此伤害了 所以在0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 就签下了离婚协议 哇 从那以后 他也就真的从我的人生当中消失了 那个时候有任何人可以安慰得到你吗 其实没有 而且我也没有在寻求安慰 因为我甚至都 他们还没有开口 我就已经想象得到会跟我说什么话 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最难过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群特别的朋友 那是我刚刚出院 那他们是从加拿大过来的一群基督徒 那个时候我还坐在轮椅上 不能够站起来走 大部分人看到我走过来跟我讲话 都是站在那里 然后跟我说 廖志你要加油 你要坚强 你要努力 如果我去讲悲伤的事情 他们就会说 你不要哭 你现在哭对你已经没有作用了 你应该坚强 你要乐观一点 可是他们不一样 当我哭的时候 看到他们 他们居然也开始流眼泪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好像心理的伤 好像在慢慢地消化了 被融化掉一样 那个时候我真的从心里面 发自内心地认为 他们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说你们走了 就没有人像你们一样爱我了 他们说 你错了 我们走了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位可以像我们一样爱你 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们说是上帝 然后我当时不明白 他们就送给了我几本圣经 然后他们就教我 从信念开始读圣经 最先影响到我的 是一件 耶稣说的一段话 那个时候有一个先天瞎眼的人 被引到耶稣面前 他们就问耶稣 这个人他先天瞎眼 究竟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很紧张 因为地震之后 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 我周围也有一些 亲戚也会跟我说 哎 他说没办法呀 你的命运就是如此 可能是你上辈子做了孽 或者是你这辈子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上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所以降临这个灾难 虽然说起来好像因为在中国 都是用这种思维方式 可是对当事者来说是很残酷的 我就在心里面想 上天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上辈子做了孽 我这辈子既都不记得了 还要降临到我头上 我想过有一万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 耶稣的回答居然是 不是他的罪 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 乃是要从他的身上 显出神的荣耀来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安慰 我第一次看到一句安慰 是完全站在我的这一边 他不是来指责我 或者给我一个答案说 因为你有很多罪孽在身上 你必须要接受这些惩罚 而是他在告诉我说 虽然就算你有再多不好 你有再多不足之处 可是我让你经历这一切 是因为要让你知道 上帝爱你 也是那一刻我第一次体会到 那群朋友临走之前所说的 他说虽然我们走了 可是我们会留下一个朋友给你 就是上帝的爱 你还没有装甲脂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 对 当时还没有 当时有一个甲脂 但还没有进行练习 我当时非常的瘦弱 整个身体只有25公斤重 非常的瘦弱 但甲脂的重量是10公斤 我根本没有办法 用25公斤的身体来承受10公斤的重量 踏不出来步伐 就这样练习了三天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起色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放弃 所以你想放弃家具 对 完全是靠父母推轮椅 带我到处去 那去大小便洗澡 都是妈妈背着我抱着我 一直到一个星期多以后 有一天早上 然后那一集 非常想要去洗手间 可那天早上 偏偏父母都不在家 我等了很久 一直大人叫 也没有人来帮我 我就从床上爬下来 然后爬在地上 就在地上爬来爬去 到处找我的家 只又很急 又到处找 后来在沙发的后面 才找到我的一只 我穿上以后 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就扶着墙壁 跌跌撞撞地走 可是当我走进洗手间的时候 洗手间地面上有水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只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当我刚刚踏进去一步 第二步还不动 还没落地 整个人就摔了下去 那假之是个L型的 就是完全没有反弹的一个器械 所以当我倒下去的时候 跟一般人倒不一样 就没有任何缓冲 就像一个木鬼一样 蹦的一下就倒下去 我当时痛得舌头都快吐出来了 然后我当时就想完蛋了 我头一定撞碎了 然后又爬不起来 挣扎了很久才爬起来 然后看到在我面前 有一个洗手台的那个大镜子 我当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了知 额头上鼓起来一个很大的包 这个鼓起来的包下面的眼睛也肿了 整个左边脸都像浮肿起来一样 像一个怪物一样站在自己面前 我当时就开始讨好大哭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在一个人承担 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在面对 在这样的痛苦流涕之后 我回到我的卧室 坐在床上 那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圣经有一段时间 一直觉得圣经充满智慧 充满了安慰鼓励 觉得耶稣说的话太有道理了 句句都是真理 可是当那一天 当考验来临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着圣经 甚至有种想要把它撕掉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智慧离我那么远 可以帮助我吗 可以让我穿上甲子吗 我第一次发现 所有的安慰都那么的苍白 这一刻当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就在心里面埋怨 甚至在心里面埋怨 你为什么要把我 从废墟里面救出来 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我当时就在心里面想 一个连站起来行走都不可能的人 他凭什么说他还拥有丰盛的生命 就在最伤心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安慰 也没有看到鼓励 但是却看到了另外一段话 那段话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 那段话不是鼓励和安慰 而是写着这样一段话说 他没有加行美容 他也没有任何让人羡慕 人人都藐视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被迁到宰杀之地 他也漠然无声 谁知道他受鞭伤 是为了我们得医治 他受刑法 是为了我们得平安 我的心那一刻本来浮躁 在打架恨不得跟神打架的心 突然就安静下来 那一刻我发现很奇妙的是 神用了一种方式 医治我内心的伤 不是用我们以为的一句 激励人心的话或者是什么 而是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 他明白我 就是在那一刻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人物 说他是完全明白我的伤痛 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再去翻到后面 所有的话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我开始经历到了 这一个康复的过程 每天早上一早起来 就把电脑的音乐放到最大声 然后开始练习 每天开始之前 我都会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会说 耶稣我开始练习了 反正这条路你是走过的 你就给我力量 让我度过今日吧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当你开始真正知道 怎么样在运用假知的时候 你曾经认识的那群基督徒 又送给你了一个更美的礼物 对不对 因为当我训练假知有 从九月到十月中旬 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获得一次去跳舞的机会 可是那一天登台跳舞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 是从舞伴的脖子上转下来 当我刚刚转下来的时候 右腿的假知就飞了出去 落在观众席里面 所以当时那一刻 整个会场的人都愣住了 因为根本谁也没有 他们没有介绍说我是穿假知的 所以那一刻台上 有个巨大的物体掉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的是什么 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只腿 所以大家都被吓坏了 主持人也说 廖直觉是我见过的 最厉害的暗器 虽然说就是 现在想来非常好玩 但当时我整个人都 陷入一种焦虑当中 就想 天啊 如果是这样 我怎么去跳舞 我如何用假知跳舞 所以难免一只也消沉 但正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写一帽给我 就收到一封一秒就说 好 廖直啊 我们曾经看到你的腿 我们想要送给你一双 更好一点的假知 想要把你送来 加拿大去安装一只 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 心想事成的感觉 我想天哪 刚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就有人让送我假知 所以这群基督徒 在09年的5月 就带到我去的温哥华 装了那一队 后来有一个锁 可以跳舞的一只 就当时就有学校 找你去教孩子 给他们一些表演课程 甚至鼓励他们 但是那个时候的你 可以去面对小孩吗 我根本就不再去 接触任何小孩子 远远地看到有 父母带着孩子走过来 我马上就要躲到一边去 讲一些事情 转移注意力 又没有办法度过 一直到09年年底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地震灾区的 一个学校打来的 他们说 我们学校有一群地震受伤 这些孩子地震之后 有的残疾了 有的失去亲人 希望可以邀请你来 鼓励他们 其实我当时 我觉得不好意思 推躺推迟 但是又觉得 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只好告诉他们说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来 因为 我说我还没有走过 这个伤痛 他们有好几次 不同的人打来给我 最后一次 那个人就跟我说 他说廖志 请你再考虑一下 如果这些孩子 是你的女儿重重 他们现在受了伤 没有人可以鼓励他们 需要你的帮助 你会视而不见吗 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没有理由推辞了 所以我就去了 我花了一个星期 在家里面准备 要去见这些孩子的心情 一直在预备自己 我想要带去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样可以让我轻松一点 然后我在家里准备了一个魔术 结果到了学校 他们一把我请上讲台 我整个人就紧张地冒汗 我看到台下的那些小朋友 他们的眼睛都亮晶晶地 一闪一闪看着我 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一直跟自己说 不要哭不要哭 然后就在变那个魔术 可是变着变着 因为我的手真的抖得很厉害 非常的紧张 藏在左手袖子里面的 一块卫生纸就掉了下来 其实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都傻了 突然就在那一刻就哭了 我哭了又不敢让他们看到 所以又背过头去 擦干眼泪又转过来 反反复复好几次 可是还是不能控制 正在想的时候 坐在最右边 第一排的一个小女孩 就朝我走来 我当时不知道她干什么 她就一直走到我面前 抬头看着我 看了几秒钟 她一把就把我抱住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 廖老师你不要难过 她说我可以做你的女儿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非常的羞愧 我就想 因为当时那个教室里面 坐着的孩子 全部都是地震的时候 受了伤的孩子 我想这些受伤的孩子 在他们受了伤以后 看到一个这样的妈妈 他们知道我的故事 他们竟然还可以 走上来拥抱我 来告诉我 他们对我的爱 我想我作为一个大人 为什么我自己 不能够 从这个伤痛当中站起来 重新去爱呢 为什么要封闭自己的心 不能再面对 所以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才逐渐地打开我的心 去面对这些小孩子 去教他们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从第一天 他们根本不敢跟人讲 他们是穿假制的 一直都遮起来 然后也不敢上台 去表达自己任何的情感 后来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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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敢把甲子露出来 还可以随时卸下来 当炮弹一样 扔来扔去 可以站在台上 非常自信地去朗诵 唱歌表演舞蹈 直到一零年 年终的时候 有一次机会 我带着他们去香港演出 在演出的时候 我看到台下 演出结束 台下很多很多的学生 学生家长 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 我当时站在台旁 眼泪也是不停地流 我当时那一刻明白 我说 我觉得上帝的爱是很奇妙 他虽然让我失去一个孩子 却又还给了我许多的孩子 让我有这些 这个爱的能力去爱他们 换成是以前 如果我没有失去重重 我觉得按照我自己的本性 好像我从来没想过 我还要去爱别人的孩子 我还要去看到别人孩子的需要 从来没有这样 是那个时候在伤痛中 才拥有了一个更大的爱的能力 他正是向我提出交往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很震惊 一边落泪 一边跟他讲 我说两年前 有一位牧师为我曾经祷告 怎样 他听完也非常感动 他说 我相信那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我的样子 他说 他祷告的就是我 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 地震后 廖志曾经想说 家人就是他的全部 没想到世界的另外一端 有人正在期盼与他相遇 紧握双手 廖志和先生无所不谈 空气里洋溢着幸福的田 现在廖志找到一个懂他 欣赏他的人 这也是一直爱着廖志的上帝 为他量身打造的未来 不是说一般的男孩 就是说 就是好像我 现在觉得我们陌生嘛 刚认识爱觉得挺好的 是不是会过一段时间 有冷淡下来 但是他不是这样 他说我想得很周到 我知道要怎么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他也知道廖志受过很多伤 他就像一个小女孩样在旁边撒娇 甚至他先生有事的时候 我相信他已经听过很多次 廖志在做分享做见证 但是他现在还是明明有事还是忍不住 最后又走出去 又走回来要听一下 然后走出去 有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一直一再又一再 听你讲的每一次的故事 他都觉得像新的一样 这么美丽这么好听 然后他就这么疼你 虽然会开你玩笑干嘛 还是会帮你把所有的事情照顾好 其实不是很在乎人们是怎么看的 那就是他本身也是 不是很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们最在乎的是 是神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走在街头上会 然后有的时候他穿的 可能是短裤或者是裙子短一点的话 可以露出他的腿 就算外面是有包装的 就是皮的肤色啊 什么什么形状 还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无所谓 我觉得在社会 大家是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不是一个需要去隐藏的一件事实 真的靠着信仰的力量走过来 料之而且还找到了上帝为他量身定做的另一半 讲量身定做是一点都不为过 对不对 你本来对婚姻是没有任何的期待跟想法了 在08年到09年去支教那一年多时间 我跟周围的人宣告就是 我说不要跟我提 让我去结婚或者是生小孩子的事 我说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结婚 也不会再生小孩 那后来慢慢经过那些教学 跟那些孩子在一起的过程 我越来越发现我太喜欢小孩子了 如果要让我这一生不再结婚 不再生小孩就太遗憾了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一天一天新门开启 新门开启之后又遇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着急 非常急 所以我就天天在想 怎么那个人还不出现 他在哪里怎么还不出现 所以在我交集当中就写信给 当初领我信主的那位牧师 因为他这么些年 每一年我都会出国一次 然后他都会来辅导我 所以我知道他是非常地了解我的人 我就说我很孤单 我很想要拥有新的婚姻 他就说你有曾经为婚姻祷告吗 我就说没有 他说为什么 我说哎呀是 何必要需要祷告呢 我说反正神有预备就有 没有就没有 他说那我来为你祷告吧 这样他就说 他一开口祷告我就在笑 他说第一句话就是 神啊求你赐给廖 这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 我就开始笑 他就说赐给他一个年轻强壮 可以照顾他的男生 然后第三点就是 求你赐给他一个 有多元化文化背景 可以当他出国去为你做见证的时候 能够来帮他做翻译的男生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求你赐给他一个可以帮他调教甲肢 可以在身体上照顾他的男生 那我当时整个听完我就笑都不听 我说他说你在笑什么 我说你要求太高了吧 我说这样的人完全就叫做量身定造 我说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然后他就很严肃地跟我讲 他说廖之 你不要局限神的大能 你不要局限 小看他对你的爱 他说当你还在母父当中 他就已经决定爱你又拣选你 他说你看我 我不过是一个认识你几年 这样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的人 一个长辈 我都可以按照对你的了解你的需要 来为你祷告 来为你设想 他说更何况是你那一个 完完全全爱你的父亲呢 他为你预备的一定比我祷告的更好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的心里就很感动 从此以后我也天天在家像他这样祷告 一直直到后来两年之后了 这样祷告了两年 终于后来遇到一个男生 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第一印象是他非常的高大 非常年轻强壮 那见面的第一天 刚好旁边有一个记者就跟他聊天 就你是哪里人 他就说原来他是台湾出生 然后后来又去了新加坡读小学 又在美国长大 果然是个多元化文化背景的男生 那他是在大学信主成为一名基督徒 信主以后他就改变了他的专业 学了甲子这个专业 那他在学甲子专业的过程当中 有几次去到中国短宣 那之后又透过祷告来到中国工作 所以他完全就跟祷告都是一样 就是成为我量身定造的一个丈夫 所以你们在当天见面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觉得说好像 是不是有一点感觉 其实第一片我还蛮后知后觉的 没有察觉到 只是觉得很高嘛 然后很高大 但是可能觉得他太优秀了 当时有一种觉得没有去朝这个方向想 我想这么优秀的男生一定都有女朋友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想 反正当时后来他正式向我提出交往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很震惊 我一边落泪一边跟他讲 我说两年前有一位牧师为我曾经祷告 怎样怎样怎样 他听完也非常感动 他说我相信那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我的样子 他说他祷告的就是我呀 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 这样的感情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以前可能就更多是想 我要遇到一个爱我的人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不开心 可能遇到一个爱我的人 我就会变得开心快乐 好像都是一种索取的心态 但当我真正遇到他的时候 我的心态已经完全转换过来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是一个约定 是个一旦立约就不能够再改变的约定 是需要我完全的做好准备 知道这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 是我决定去爱的一个意志 而不是我坐在那里等候别人来爱我的 一个被动的意志 所以当我在跟他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两个常常都都有共同的心声 就是我们俩都会说 如果是患在两年前 你一定不会爱上我 我们都会这样讲 我曾经看你的书上写说 你其实很小的时候 就觉得生命好像很空洞 可是为什么反而在地震过后 失去了双脚之后 你现在看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其实在地震前有很多追逐的方向 那个时候 却发现这些所有我追逐的东西 好像都得到 但没有一样可以填满心里面 有的时候 但我还站在台上领奖 可是我内心却非常的怀疑 就觉得这些真的就是我幸福的源泉吗 我没有真的感受到这种喜悦 可能有一瞬间有一点成就感 可是很快就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好像如果我连这些都有了 为什么我还不快乐 所以在地震前 反倒常常跟朋友去酒吧 去消遣 用各种娱乐来麻醉自己 反倒是在后来一无所有了 我一下就清醒过来 就觉得 我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外在的光环 这些一切的光芒来支撑我的信心 因为这些不能带给我安全感 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懂得讨人喜欢的人 但却很累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 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连真的料汁都不喜欢 他也不可能喜欢一个假的料汁 当现在在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也不再觉得 这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的成就 不再把荣耀放在自己身上 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是值得感恩的 现在的廖志常常在外面巡回演讲 所以虽然好像失去了双腿 但是你跑得更远了 对 虽然你看似原来很娇小 但是地震过后 你的声量却变得更高大了 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说的吗 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做《放生笑吧》 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在书的首页我写了一段话 就是创世纪的一段话 是神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那我从这段话里面 非常受到感动 就看到原来一切的光明 是从神而来 于是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就是虽然环境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风暴 和不可预测 可是我却选择让我的眼睛 单单仰望神的光明 我也用这句话来鼓励所有 还在黑暗中挣扎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像我一样得到这样一双眼睛 去专心仰望神的光明 的婚姻 其实好像这一切都瞬间可以消失 这很奇怪的是有一种超越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宁静 它却真真实实的存在 那个是在狂风暴雨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把挣扎 把我们的痛苦带到这个十字架下面去 然后涌流出来的却是一种 源源不绝的平安 我相信今天的廖志在这里要跟你说的 他的勇气 他的爱 都是来自于那个源头 所以他今天可以走到全世界各地 要大声地向各位诉说 如何得着像他一样的勇气跟坚强 谢谢你 谢谢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天灾人祸 我们看见了 我们这位廖姊妹 廖志 由他的书 有他的报道 为什么 这么样的引起全世界对他的注意 因为在天灾人祸中间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他站起来了 不仅是站起来 而且有优异的表现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全世界不要我 全世界不要我 上帝仍然是在爱我 他依靠上帝 他破除万难 任何的痛苦 任何人家的不屑 他都接受 他要重新站起来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旅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就是这么过来了 当他得到光彩 人家赞誉的时候 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今天我们也看见了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 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有先天的 有后天的 身体上的一些残障 但是有许多人 仍然在自己过不去 在阴霾之中 亲爱的朋友 我们借着了知姊妹 他的见证 我来为你祷告 此爱的主要说 我知道在电视机前面 有一些人 虽然他很努力 自己在要求 但是有的时候 他自己还是很软弱 虽然有的时候 他自己很痛苦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此爱的主要说 你让他仰望你 你让他借着祷告 来亲近你 我们看见了 廖志姊妹 他站在众人的面前 所做的见证 我们也知道 主 你是帮助贫穷的人 帮助有困难的人 帮助生病的人 主 我为电视机前面 许多有需要的人 痛苦的人 祷告 主 求祢的慈爱 求祢的恩典 淋在他们 跟他们的身上 跟他们的家人 身上 恭敬地为他们祷告 奉祝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人有的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 为什么我们的家是这样 你可以一直这样的埋怨下去 但是我要问你 这样你有平安吗 你快乐吗 上帝爱你 让耶稣基督的帮助 使你成为一个完全心造的人 虽然身体小坏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 灵性一天心死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